记者同镇国南投报道,南投县近几年饱受空污肆虐,国立济南国际大学资管系副系副教授戴荣妇透过广布下午二五维形感测器观察发现,蒲里盆地外来空污常由污西河谷长区植入,建议在国庆乡的河谷爱好引污西水设立高大水墓以减低埋海,它能抛砖引玉,激发更多更有效的出埋方法。 县府环保局长方信雄则说,中部地区最大空污来源是台中火力发电厂,应该从源头管制,会比地方自行减埋要有效果,建议中火定出碳排总量管制并以逐年停机方式减少污染,而非空品不加时才做得像在减排,才能卸中核心。 近大资管系副教授戴荣副研究团队研发下午二五维形感测器,三年来在中部地区广设200多个监测点,根据长期观察数值变化,初步发现国庆大横平山至阿冷山,以及九份二山至吉吉大山的连线, 是阻挡外来空污进入普里盆地的屏障,但唯一漏洞就是乌西河谷,成为外来污染物长区植入的通道,加上盆地扩散不佳,空污更易聚集,难以排除。 带荣副建议在乌西河谷爱口拦截空污减轻埋海,在台十四县中潭公路甘陵隧道旁河道上,应乌西水设立高大水墓,起敌经过的雾霾,或与大石北山路段狭窄爱口在家设水墓,但只是初步想法,供各界参考,可进一步用更严谨,的设备验证及研究更有效的出埋方法。 环保局长方信雄说,感谢戴荣副老师对普里盆地长期空污观察分歧,但设置大型水墓需要多大规模,高度与喷洒时间,还有带商榷能否成功也是未知数。